有控制管放到这个外围电路 那么还有两个这个3G管 那么就是这个DRAM 那DRAM它存储信息呢 主要靠的是 主要靠的是这个电容 电容来存储信息的 那么我们说从SRAM到DRAM 我们解决的主要问题 就是为了提高集成度 那么我们能不能进一步的 再提高集成度呢 那么就有了这个单管DRAM 我们看一下单管DRAM的结构 那在这个一个存储源呢 就用一个3G管来实现 那么我们看一下 和这个6管SRAM存储源 静态存储源相比 那这个集成度应该提高很多 对吧 所以我们说呢DRAM呢 它解决的最大的问题就是 这个容量的问题 也就是芯片的集成度的问题 所以就一个管子一个管子的 往下这个减少 那么单管这个DRAM存储源 它是怎么存储信息的呢 它是怎么存储信息的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工作级 它有一个自选择线 那么这一级呢 如果选中了就是高电瓶 那这个3G管就导通 导通以后呢 就这么是一个导线就连到位线上了 那我们知道这个位线呢 一定要做一个足够的分布电容 电容的大小要有足够的 那么在这个原级上呢 也是做了一个足够的分布电容 那有了这个电容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电容上存储信息 那单管静膜是存储源呢 它存储的信息就在这个存储源 分布电容上 有电荷 那么这个存储源存的是1 没有电荷 这个存储源存的就是0 那么它的读和写跟4管DRAM存储源是一样的 读出的时候 那么我们直接把这个信息往外读就可以了 那么要是读的时候要先预冲 一定要记住有一个预冲 要先给这个CD充电 写的时候呢 直接往存储源里 那个这个把电荷送进去就可以了 那这个呢 是相对这个简单 我们有了4管DRAM 那来听单管DRAM呢 要相对的容易很多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一个芯片的实例 这个芯片呢 是DRAM芯片 那大家还记得我们 讲SRAM芯片的时候 一个芯片实例是什么呢 是2114 我们现在呢来讲 Intel 4116 对谢谢 任序回答的是正确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管子 这个芯片啊 我们这个芯片呢 是一个单管的 单管DRAM 所以我们从6管到4管 我们最终呢 采用了一个单管DRAM 那我们看一下 它的外特性是16K乘1位的 那么16K乘1位 那大家算一下 它有多少个存储源 这个非常简单啊 就是16K个存储源 那这个芯片呢 它的容量是16K 然后每一个这个单元呢 是1位 每一个单元是1位 那后边我们会学到RAM 会学到ROM 我们RAM的自长一般的都不长 那么尤其是这个DRAM 它的自长呢 都不长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需要多个芯片 来并行 来提高这个速度 如果一个芯片的自长 这个比较长 那么就减少了这个并行性 通常情况下 我们不会这么做的 这就是一个速度的一个权衡 那么大家判断一下 寻止16K个单元 需要多少位地址线 在你的纸和笔上 拿出你的笔 在纸上写一下 寻止16K个单元 假如说我们的教东 有16K个教室 那你要给这个教室 编 这个教室的这个编号 你得用多少个二进之位呢 能不能算出来 好的 我相信大家能算出来 那对 14根 非常好 谢谢 那这14是怎么来的呢 一个 1K就是2的十次方 然后你写啊 然后 16呢 是2的四次方 16K就是2的四次方 乘上2的十次方 指数相加就是14根地址 那么 CPU要访问这个14K个单元 必须得给出14为地址 否则 我们就无法找到那么多单元 对吧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操作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DRAM 它的芯片的结构是怎么做的 那这个DRAM的芯片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时序控制 这已经说了 然后这个呢 大家已经知道了 叫Rite Enable 写实能 那这个信号低电频 表明对芯片进行写操作 如果这个信号高电频 就表明对芯片做的是读操作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的一位的数据线 是怎么实现的 在这呢 Din Dout 看到了吧 双向的数据线 有两根单向的数据线来完成 那这块我给大家说了 这就是芯片的引脚 你在我们有一类题 就是说 这个是DRAM芯片 让你数一下它的引脚 然后那个是SRAM的芯片 让你数一下它的引脚 那这类题呢 有可能是填空判断什么的 所以你要知道它的结构 那么在SRAM的时候呢 双向的数据线 是一根完成的 那么在DRAM里边呢 双向的数据线 是分成两根 两个引脚 这块要知道 那接下来 刚刚我们看到 地质线有多少根呢 从0到6是几根 7根 非常简单 那么跟我们说的 我们需要14位地质线 是不是有很大差别呀 对 那么是14根地质线的一半 那么我们芯片呢 在这个 做芯片的时候呢 就把地质线减半了 为什么要把地质线减半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做14根这个引脚 我们是不是得占用 这个 假如说这么大的芯片的面积 那么我们减少一半 是不是芯片的面积 我就省下来一半 只用这些 然后节省了这部分 那么节省了这部分呢 我们可以继续的来做 这个精疲管 就提高这个存储器的容量 那大家要知道 我们从SRAM到DRAM 我们付出了 这个刷新的代价 那么我们要获得的是 集成度的提高 那么在DRAM里边呢 除了对存储源结构的 一个改变 那么为了提高集成度 还有另外一个措施 就是地质线减半 那这个呢 大家要知道 那么地质线减半了 那么CPU要访问 这个芯片的时候呢 依然要给出14位地址 那么这14位地址呢 从CPU传过来 那么每次呢 先7位 把它存到 这个行地址 然后再传 这7位 把它存到列地址 那么通过这个 每次用这7位 把14位地址 分两次传进来 那么芯片内部呢 有一个地址缓存 两个地址缓存 加起来就是14位地址 所以我们说呢 在计算机硬件里边 你一定要知道 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你要让我访问 16K个单元 你必须给我14位地址 没有这14位地址 我就无法访问 那么多单元 那么尽管你地址线减半了 但是呢 你要分两次 把地址传进来 那么我们把地址线减半了 我们进一步的提高了容量 那么对地址的这个一码 是不是我们要损失这个速度啊 因为两次传地址 对不对 那这就是这个 我们采取的另一个措施 来提高这个DRAM的集成度 那么为了配合这个地址的传输 我们看一下 这两个 这个叫航地址有效 这个叫列地址有效 那来自CPU的14位地址呢 被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航地址 我们先把航地址 通过这个7位地址 传到航存储器里边 所以当这个信号有效的时候 那么地址总线上的地址 就存在这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当列地址有效的时候 这个信号有效了 那么我们就通过这7位地址 把地址传到了 列缓存器里边 一定要记住 我们地址的传送是 先航后列 先航后列 那这个 我们还记得 英特2114里边 有一个信号 叫片选信号 这个信号的作用是什么 我上次给大家说了 chip select 这个信号有效 表明这个芯片 逻辑的和总线连通 对地址有效了 如果这个信号无效 表明芯片逻辑的 从总线上断开 也就是地址线就断了 现在你看一下 我们的地址呢 由于分了两部分传送 所以把一个CS就变成了两个 一个行选择 一个列选择 只有这两个同时有效的时候 才表明14位地址都已经传进来了 这就是然后芯片的逻辑的和总线连通了 这就是这个芯片 引脚上结构上的一个改变 那么这16K个存储源呢 依然排成矩阵的结构 这个依然排成矩阵的一个 存储源 存储矩阵 依然排成矩阵的结构 那这个大家就不用再去想象它了 我们就知道地址线减半带来的这个问题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说大家来继续在你的纸上画 16K地址 这是一个英特4116的芯片 那么它的地址线是多少 是几根 对 你要记住 是A0到A7 你一定不能写上14根A0到A13 这就错了 对对对 地址线一定是减半了 那为什么要减半呢 就是 对0到6 谢谢 为什么要减半呢 谢谢 谢谢 减半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集成度 这个7个银角给出来了 那接下来呢 这个一位的数据线一定要记住 是一个什么呀 DIN 然后呢 一个DOUT 大家自己写啊 这是两个实现了双向的这个数据线 就一位 然后它的片选是有几个信号构成啊 我这写的慢我就不写了啊 片选信号大家自己标是行选择和列选择 当然它还得有电源和D 对不对 除了电源和D以外 由于它是一个RAM 不管它是什么RAM 它都是可读可写的 所以它应该有一个WE 就Write Enable 读写信号 这是这个DRAM 所以你在分析 我们把这个叫芯片的外特性 你根据芯片的外特性你就能够分析出来 它最基本的这个引脚 这些就够了 好这是Intel 4116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DRAM刷新 我们讲了DRAM的结构 讲了它为了提高集成度呢 采取的措施 对吧 也讲了这个实例 那接下来一个问题 就是由于DRAM是靠电容存储信息的 那时间一长呢 这个电容就会泄露掉电荷 信息就丢了 那我们必须呢 在这个电荷完全丢掉之前 通过外界的力量给它补足电荷 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刷新 那上次课我也给大家说了 刷新没有第三种操作 它就是读操作 或者是写操作中的一种 我记得上次课在最后的课程的那个结尾的时候 我给大家分析了 其实读出的过程就是刷新的过程 我记得我还留了一个问题 那读出的过程就是刷新的过程 那刷新和读操作 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对不对 那么它们的差别在哪呢 好 那我们这堂课呢 就带着这些问题来看一下刷新 DRAM的刷新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它是有很多问题 可以这个有很多知识点 例如什么是刷新 什么是刷新周期 刷新的方法 然后呢 你还能够计算一些这个问题 那么在SRAM里边 有没有这个问题呀 SRAM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因为对 SRAM是靠那个电阻分压来存储信息的 它是稳定的 信息是不会丢掉的 那么DRAM呢 它是靠电容存储信息的 就会有这些 所以我们要讲 为什么要刷新 就是因为DRAM是靠电容来存储信息的 那么电容的特性 就是时间一长 电荷就会丢掉了 那么在丢掉不认识之前 我们必须呢 要给它补足电荷 那这个补足电荷怎么补呢 是存储员自己补呢 还是要用外围电路来补啊 存储员本身是无法补的 本身是无法补的 因为那个 它自己是没有那个 那个电源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刷新的原理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会讲到刷新周期的概念 然后介绍刷新的方法 好那接下来 解释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刷新呢 是用读操作来完成的 不需要第三个操作 其实上有同学都已经在客下问过我 说老师那要刷新 我怎么知道这个存储员 存的是一还是零呢 对吧 那我怎么来那个判断呢 我判断不了我就没法 来这个给他刷新 对吧 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想呢 你可能会是 认为刷新是用写操作完成的 然后它是一你给他补足电荷 它是零你不用补电荷 对不对 但是我们说呢 这样的方法呢 事实上是一个悖论 如果我知道它是一还是零 那我还用刷新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呢 我们刷新呢 不用写操作完成 因为我们不知道 谁存的是一 谁存的是零 那么刷新是用读操作来完成的 读操作本身 如果是读的是一 它是具有 把这个信号整形的过程 如果读出的是零 信号是不会变的 我们读出操作 已经给大家解释过了 那在这呢 就是要给大家说一下 那我怎么区分 这个是读操作 还是刷新呢 这个刷新 我就写一个汉字了 那么我们说呢 最大的差别就是读出操作 一定要把存储源的信息 记住你脑子里要有个 那个存储源的结构 把它的信息从位线 从这个D 我们叫位线 然后输出到IO线 对不对 如果是刷新的时候 我们需不需要有这个过程呢 就不需要有这个过程 我们回来再看一下 这个存储源的结构 如果要是 插一下 如果要是这个读出操作 我们位线的信息就要流出到IO线上 对不对 这是读操作 那么刷新的时候呢 我是让DCD给C2补充电荷 但是我们需不需要把这个信息读出到IO线上呢 就不需要 那不需要 那就意味着T7这个管子是截止的 要控制它截止 我们只要控制谁无效呢 控制外选择无效 对不对 如果它是无效的 也就是低电瓶 T7T8会是截止的 所以位线和外界就断开了联系 对不对 但是我们看一下刷新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CD给这个CR进行放电 那么T5就要导通 T6也要导通 控制T5T6导通的是谁呢 是X选择线 所以我们说刷新的时候呢 只有X选择有效 选中这一行 我把这个原理再给大家说一下 X选择有效 然后呢 T5T6就导通了 然后选中了这一行 我们在讲存储矩阵的时候 说到了它是一个矩阵的结构 行列 对不对 先行后列 那么X选择有效 就选中了这一行 这一行上挂了多少个存储源呢 如果是刚刚那个英特4116 它的16K个存储源 是排成128乘128的矩阵 那意味着什么呢 它有128行 有128列 所以每一个行选择选中了多少个存储源 选中了128个存储源 那么128个存储源呢 它的这个T5T6都导通了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读操作的时候 我们是首先要预冲 要把CD 这是第一步 要把CD给充满 对吧 然后第二步 我们X选择有效 这个T5T6导通 然后CD就开始 这个过程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呢 刷新的时候 指X有效 控制Y无效 那么T7 T8 就截止 所以存储源内部的 这个信息的电荷的补充 不会影响到外界 这就是读操作和刷新的一个区别 如果要是读操作 Y选择也得有效 然后信息就流出来了 对不对 那这就是这个刷新的基本的原理 好 我们看一下啊 那我们怎么 这个到底这个信息 要不要读出到外围这个电路上呢 那么我们说呢 我们是用时序来控制的 那么在时序控制的时候 我们正常的读操作 应该是先行 2AS 你自己写 这块就是2AS 先行有效 然后列有效 这两个信号同时有效了 就是这段时间 那么这个存储源进行正常的读写操作 如果是读 如果是写 如果是写都可以 所以一定是先行后列 那么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这个刷新的时序 是哪一个信号先有效呢 是2AS先有效了 还是CAS先有效了 假如这是时间轴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看一看 谁先有效的 能看到吗 对 所以是 对 CAS先有效了 是先行 先列 后行 那么 这个时序电路 收到这样的一个时序 就知道 这是处发了一个刷新操作 如果是先行 后列 这样的一个时序 那么时序控制电路 就知道 这是一个正常的读写操作 到底是读 还是写 由 IO的方向来控制 所以我们说呢 我们的硬件的操作 就是靠信号来控制的 那么 事实上呢 这是刷新的时序 就是我们处发刷新 可以用一个先行 折和读出的操作 不一样的时序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是一个先列 后行 这样的一个操作 事实上这个时序 还可以再优化 这个优化就是什么呢 列有效 行一直无效 也可以 总之 就是你要和正常的读写操作的 这个时序 是不同的 就处发了一个刷新 好 那这块 怎么知道 这是刷新开始了 存储员 怎么知道 这是一个刷新开始了呢 是靠这样的一个时序来控制的 我们是先行 后列 好 那这个问题解决了 那接下来看一下 刷新的方法 刷新的方法有三种 这三种呢 分别是集中式刷新 然后是分布式刷新 然后最终是一个什么呀 这两种方法的综合运用 叫 这个分布式刷新 那我们先讲第一个 大家拿出纸和笔 跟我一起 跟我一起来 动笔啊 我从以下三个方面 给大家进行介绍 首先看方法 我用这样的一个例子 这个就是 英特2114 它的矩阵结构应该是已知的 不需要大家去计算 微电子学做出这个芯片以后 它的结构是已知的 那么刷新周期是两毫秒 然后呢 读写周期是0.5微秒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几个概念 读写周期就是 连续的对存储器 这个之前讲过存取时间 和存储周期的概念 对不对 那在这儿就非常 这个用上了这两个概念 连续的对存储器的读写操作 最小的时间间隔是0.5微秒 就是读写周期 那么尽管我们说 DRAM的读出时间和写入时间 是不同的 是读快呢 还是写快呢 大家在讨论区上可以回答 如果你说读快你就写读 如果你说写快你就说写 对写快读慢 因为读需要一个预冲的过程 谢谢 但是尽管他们有不同 可是我们在这个实现这个操作的时候 我们让他们两个的时间是相等的 这样可以减少复杂性 因为他们的快慢 也差别的不是太多 我们如果去细分那个细微的差别 我们获得不了太多的性能的提升 但是我们付出的复杂性的代价却比较大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用慢的时间来代替存储器的读写时间 也就是按读的这个时间为标准来定位存储周期 这个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什么是刷新周期呢 也就是这个芯片 这个单元 正常的读写操作没问题 那么它经过多长时间信息就会丢掉呢 那么它是要两毫秒 如果你不给它补充信息 那个电荷就全丢完了 这个就是 那在两毫秒到达之前 你给它补充电荷 是不是还能够维持它原来的状态啊 那么刷新周期呢 给它一个定义 就是这个两次刷新 对两次刷新之间的间隔 或者是说 对这个芯片全部刷新一遍 所需要的时间的间隔 就是两毫秒 就是刷新周期 好 那这几个概念给大家说完了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对这个芯片要刷新 我两毫秒刷新一次就行了 如果两毫秒之内一次都没刷新 是不是信息就会丢失了 那我用不用两毫秒内多次刷新呢 我刷新一次 我再刷新一次 那信息肯定不会丢 但是我们知道 每次刷新都对存储器 是一个这个开销 对 都会例如我们在这个教室上课 然后那个保洁不停地打扫那个教室 就会耽误我们的上课 那我们说呢 你一天规定一个时间去 这个打扫一次就行了 就是这个过程 所以刷新呢 它是一个开销 所以我们不需要多次刷新 刷新一次 它不丢掉信息就可以了 那我们看一看 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么每次呢 刷新一行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操作 行就是我们的存储矩阵的行列结构 这中间的点 这有点点点 然后这也是点点点 那么每次刷新这一行 这一行上有多少个存储员呢 不管有多少个存储员 我们同时刷新 在这个实例当中 由于是128列 所以这一行有128个存储员 那128个存储员同时刷新 刷新是用读操作完成的 那么一个读操作是0.5微秒 所以一次刷新 需要多长时间呢 0.5微秒 所有存储员都执行读操作 0.5微秒就刷新了一次 那么整个这个芯片刷新一遍 需要执行多少个读操作呢 128个读操作 因为它有128行 每一行一行一行的刷新 所以需要128次读操作 那么128个读周期 每一个读周期是0.5微秒 你算一算 我刷新128行 需要多长时间 很简单 你记在你的纸上 是64微秒 对吧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一下 集中式刷新 集中式刷新是怎么做的呢 集中式刷新 是只要开始刷新 我从这个存储周期开始 只要开始刷新 我就连续的把128行全刷新完 是不是保证我在两毫秒一个存储周期内刷新了一次 信息不会丢 对不对 信息不会丢 那么 这就是这个方法 那我这个图是怎么画的呢 两毫秒里边有多少个 这个读周期呢 我们就算出来了 有4000个 那么这4000个读周期 我只需要多少个读周期 我就能够完成刷新呢 是128个 那我就可以把一个无限长的时间 分成2毫秒 按2毫秒为周期进行分 每次取其中的128个 这个读周期作为刷新 是不是就完成了这个刷新 那么剩余的这些时间 都可以用作存储器正常的操作 就是这部分 所以大家要知道 刷新的它是一个开销 如果我正在刷新的呢 能不能正常的对存储器 进行读写操作了呢 我刚刚举了一脸 宝洁正在打手卫生呢 那我就不能去上课 对不对 他不打手卫生了 我才能去上课 所以我们说呢 刷新的时候 正常的CPU的存储器的 对存储器的操作 就被停止了 我们算一算 有多长时间 在集中式刷新中 有多长时间 CPU不能访问存储器呢 128个读周期 算下来也就是64微秒 这时间也不长啊 长不长 对于我们人来说不长 对于CPU来说太长了 因为CPU是用纳秒来工作的 64微秒对他来说太长了 那么在这么长的 这个时间当中 我们知道CPU的工作 大量的时间是要访问 组存的 对不对 然后你连续的刷新128行 有64微秒的时间 CPU的访问都被拒绝了 那CPU的访问被拒绝了 那CPU对程序的执行 是不是就停下来了 那么CPU的效率就降低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这段时间呢 就叫做死时间 大家记下来有这样一个概念 什么是死时间 啊 时间啊 那么这段时间就是CPU不能够访问 存储存的时间 我们叫死时间 那么我们说呢 当存储器 CPU对存储器的访问 和刷新操作同时到达的时候 是不是就产生了冲突 我要刷新这一个单元 然后CPU也要访问这个单元 就产生冲突了 保洁要打手卫生 我还要上课 我俩就冲突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产生的冲突 我们要解决 那谁优先呢 是CPU的访问优先呢 还是刷新优先 如果说CPU的访问优先 你输入一个1 如果说是这个刷新优先 你输入2 再讨论去 对 好的 好的 谢谢 我们同学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一定是刷新优先 为什么要刷新优先呢 因为你不刷新 它就有信息就丢了 就出错了 你不访问 你可以等下 等一会儿 然后接下来再访问 你的速度可以降低 你的效率可以降低 但是不会出错 但是一旦 那个不能刷新了 信息就会丢了 就会出错了 是不是 所以说 当CPU的访问和刷新产生冲突的时候 一定是刷新优先 那么集中式刷新呢 总结一下它的方法 就是只要开始刷新就完成对存储器所有行的刷新 刷新中间是不停止的 那这个方法呢 那这个方法呢 非常简单 我只要 这个留住128个周期 到这开始 我就发一个处罚信号 然后处罚刷新电路 刷新电路就开始128行的刷新 刷新完毕 刷新结束了 那 非常简单 那效率高不高呢 其实也挺高的 对不对 但是呢 关键是什么呀 这段的使时间比较长 那CPU有多次的对存储器的访问被拒绝了 这是它的一个缺点 这是它的一个缺点 但是我们说呢 计算机呢 它是一个物理设备 是一个物理实体 有的时候简单 是非常重要的 对吧 那么 集中式刷新呢 它适合于高速存储器 在我们的这个产品里 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因为它简单 那么高速存储器 就会使得这个刷新的 这个死时间相对 比较短 对不对 对CPU的效率的降低 没有影响那么多 大家要记住方法 然后评价它的优缺点 然后呢 能够呢 知道它应用在什么 场合 应用在什么类型的存储器上 这是集中式刷新 也是非常简单的 解决了刷新 但是我们发现呢 它的问题就是死之间比较长 那接下来怎么办 学到这儿了 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经常是遇到一个问题 然后找出一个解决方法 然后发现这个问题 这个方法是有缺点的 然后我们就针对这个缺点 去优化 找出来更好的方法 事实上我们的计算机的发展 就是这样的一个探索的过程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要降低这个死时间 使得CPU对存储器的访问呢 不至于这么长时间 这么多次的访问 都被拒绝了 那么优化的方法 就叫做分散式刷新 那这个方法呢 可以告诉大家 事实上已经被淘汰了 那这老师 那你为什么还要讲它呀 因为我们今天用的很多的 异步式刷新 是分散式刷新 和我们刚刚讲过的 集中式刷新的综合运用 择中 我们计算机里经常是择中 黑猫 不管黑猫白猫 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那么看看分散式刷新 那这个示意图 大家看一下 我只画了什么呀 128个工作周期 这是谁的工作周期呢 是存储器的工作周期 那存储器的一次读写操作 只有0.5微秒 对吧 你自己在你的指和笔上画 这个存储器的正常工作 就是可读可写 可以进行读操作 也可以进行写操作 对吧 但是每一个存储器的 正常的操作以后 都跟了一个刷新 那肯定保证这个信息没丢了 是吧 然后这个工作周期呢 可能CPU对存储器进行了读 也可能进行了写 也可能CPU什么操作都没有 那么这个时间一过 我们还是要跟一个刷新 就保证这个信息不会丢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就把存储器的工作周期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再往下画 是不是就是不断的复制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就把存储器的工作 划分成了这样的1微秒的一个单元 然后前0.5微秒正常的读写操作 后0.5微秒是刷新 那么我经过多长时间刷新了整个 这个芯片呢 把它的128行都刷新完了呢 是不是128个周期就完了 然后接下来呢 又是另外的128个工作周期 是不是又开始了这样的一个节奏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 我们有没有实现 对于存储员的刷新 存储员信息会不会丢失 我们的回答应该是 我们实现了刷新 不会丢失 那第二个问题 我们的存储周 刷新周期是2毫秒 只要在2毫秒里边刷新一次 存储员的信息就不会丢失 对 但是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在2毫秒里刷新了多少次 你做一个处法就算出来了 那有同学已经告诉我了 刷新太多了 我们说刷新是一种开销 那么你刷新这么多次 是不是开销太大了 对 就是这样的 我们来试一下开销是怎么进行的 那么 这个开销就太大了 所以这个方法 好还是不好 对 CPU的效率肯定是降低了 但是我们用这个方法解决的是什么呢 是降低死时间 有没有把死时间从64毫秒给降低呢 那课前休息10分钟 大家思考一下 我们有没有降低 降低到了多少呢 死时间现在在分散式刷新里是多少 好的 下课休息 谢谢大家在讨论区跟我互动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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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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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我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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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感谢观看 既然 感谢观看 这样的 我们的我们的 就叫做 感谢观看 然后 感谢观看 理解 对 这样的 通常都 共同的 对 就是说 但是 如果 谢谢 我们我们 然后 我们的顶 我们的顶 对 我们的顶 因为 就跟着 我们的顶 对 对 对 就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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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对 对 对对 对 这种 如果 对对 跟着 顶 它是高 对 然后 对 对 对对 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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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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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